为了强化在地乡亲的防疫观念 吉安乡公所3号的上午 是联合了庆丰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了精油抗菌洗手灶 研习的课程 不只是让民众了解到肥皂的制作流程 也邀请诊所医师来到现场 为乡亲做起了防疫的知识宣导工作 希望乡亲在研习课程结束之后 都能够远离病毒的威胁 造机切成一块块放上锅炉加热 一旁工作人员拿着刮刀不停搅拌 陆续添加精油 这是3号上午 吉安乡公所洗手清风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举办的精油抗菌洗手灶研习课程 台下民众看得目不转进 就是希望能够学习到更多的防疫小配方 我们社区来讲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防疫的作为 就是要戴口罩请洗手 这个手工罩 这个防疫 因为我们做的 由我们南华村的村长来跟我们做 这个里面加一些精油 都是有利 防疫杀菌这一类的 我相信在疫情里面 大家研发了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方法 但是我们相信社区可以更健康 更活药 更幸福 所以我们在假日里面 风食的吉安乡的假期生活 让大家一起来自己 制作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防疫的 香皂 防疫的精油的这个精油 香皂条 来让我们平常可以提供使用 活动当中也邀请到康宁诊所院长杨戴云 进行防疫知识宣导 希望借由在场近百位民众 将正确防疫观念传递出去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表示 防疫小物正在不断的推陈出新 不只是抗菌洗手罩 吉安乡公所在五月份 也将会举办口罩收纳袋 DIY体验课程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乡公所网站查询 记者许丽勤 吉安乡报导 吉安乡公所在三月份